字幕志愿者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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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極非一陸》 我世榮在這裡和大家說一下 海外專家指數的馬匹 不一定是熱門,有時也有冷門 有時如果熱門是低指數 那隻熱門就小心一點 給大家一個組的參考 什麼是海外專家指數呢 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有些人說是外圍折扣 有些電視台收費台 就說是海外專家指數 甚至直播也有些前輩說是排隊馬 看看大家怎樣演繹 還沒講之前記得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手邊有顆四星龍珠 這麼久就可以得到這些資訊給大家 免費送給你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有些什麼呢 免費可以看看 見到在這個 低一隻超過85 1-9場大家知道 打直望就是12隻馬仔 超過85的我會 highlight 黃色給大家看 2場7號究竟是什麼 大家看馬迷早晨今早一集 你會見到 2場7號就是上次大熱門 輸了那一匹街大開心 這次他依然都是比較高的 大家都要注意 因為這隻馬現在都不是大熱門 但很有趣 熔天鵬那些馬 你看上一集 沙田那天也是這樣的 有些馬早早已經比較偏高的指數 也容易出現這個情況 大家有時 逢是熔天鵬 早而又高指數的那些 有時也不用太側重 中規不是每隻都會走進來 所以衡量這些馬的實力 是否上次走大外諜 又賣步足追得近 今次有個漂亮點的檔位 就追得切 縮回到1650 這個你就要自己衡量一下 通常熔天鵬 會不會有其他馬匹 或者有其他馬房的馬匹 會放快了的步速 就自己看看 其實跟著其他馬匹 也沒有偏高的情況 那些大熱門 可能實力比較平均 大家都要留意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勁飛一輪 稍後還有這個馬迷世界 瞬間看獨贏 明天還有這個大飛哥 接著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直播才最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也可以看到Kitty和我做直播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鬼馬感死隊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用心製作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勁飛一輪 我們稍後再見,再見 希望你們這個馬跪 大家都贏多一點 贏多一點來做善事 希望你們這個馬跪 在假期間 都會從每個大樓